最美好,我們就說福仇者聯盟聽說 破三下,破了全香港上映電影的紀錄 好像已經破了阿凡達 破了阿凡達 我看4500萬,因為上星期是3上映 現在到了8天左右 我看昨天報紙就6000萬 6000萬 我也去看了,我去了九龍看的 前面兩行都不滿 他說滿座,前面兩行不滿 可能戲院多 戲院多,全部遠線差不多 日做夜做又2D,又3D 我看就看3D 3D又戴褲眼鏡 他那套戲打到七彩 又震了,又震了 又震了,又震了,又震了 又震了,又震了,又震了,又震了 但中間也有些冷場 中間也有些冷場 去到最後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零十五分鐘,149至150幾分鐘 貫徹回去那些英雄片 間不可也有些笑話 搞爛劇 搞爛劇等等 不同的人 最特別的話 就是那個綠色的 變形合意 變形合意 不停滾 即是他有些說英雄慈悟的事情 是啊,不停滾 他沒有了火 沒有了火 即是要吃偉哥 沒有了憤怒 他變不了大 即是看得佛經多 就是啊 變成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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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龍在宇宙走到地球 完全想搶六顆寶石 他好像在宇宙搶了兩顆 接下來搶了其他四顆 如果被他搶到 放在那個厲害的手套下 就會消滅了整個地球 因為他整部電影 就說這個也不怕激透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知道 宇宙人口太多 灰龍要把整個宇宙那個 灰龍想到一個方法 宇宙人口太多 人太多 要減一半 於是他就去不同的星球 就殺一半 殺一半留一半 他是隨機的 Random 於是他覺得很累的 又要去月球 然後去地球 然後去土星 很累 於是想到一個方法 什麼呢 就是拿了六顆寶石 一下子就沒有了全宇宙的一半人口 即是Random Random 整個宇宙的人口 隨機 不論你膚色 種族 職位 收入 性別 隨機 他的手套 就會選一半的人口 灰飛煙滅 還要毛痛 安樂死幫你 反倒歷史 不是說這個 主要是說人口政策 其實幾十年前 有一個叫馬爾薩斯的人 提出了一個叫人口論 即是當地球的人口越來越多的時候 土地是不能夠應付人口的增長 即是我們抽水而已 但這套 這套戲都挺煩人心醒的 他竟然可以夠膽死 提出那個叫人口政策 宇宙的人口政策 其實這些在美國很犯禁 因為這些其實在某程度 你當一個人儲存六粒寶石 很有能量 然後就可以殺死宇宙一半的人 這些其實是 都挺發誓的 是種族清洗 這個是很爭議的 他馬封 夠膽 他就當那個人灰龍 就奸 殺死一半 雖然他有偉大的人口理論的構想 整個宇宙 人口爆炸沒辦法 但為什麼一定要六粒寶石 有沒有什麼餘意 又沒有什麼 紅橙黃綠青藍紫 六種顏色 但他就沒有交代 為什麼那個灰龍會知道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這個宇宙有六粒寶石 那六粒寶石是能量石 然後能量石都存在之後 他又沒有解釋到 那套戲有一個專門發明家 為什麼那個發明家會這麼厲害 他可以發明一隻手套 然後裝得了六粒寶石 之後那個手套就會很有能量 可以令到灰龍成為宇宙最強的人 其實根本就要解破那個人 這些都要前轉 灰龍為什麼要成魔 那個發明家 或者發明家又要 因為我在這裡看 其實要交代 為什麼那個發明家這麼厲害 他也不怕劇透 他還要幫雷神 製造了一把全宇宙最強的斧頭 那裡就解釋了 那斧頭 其實我最欣賞這一幕 就是斧頭 他要有個病 那個病才厲害 就是整套戲毫不顯眼在太空船那隻樹精 整天打機 整天打機 沒有用的 但是那個樹精很厲害 他用自己的身體 那些手手腳腳 因為那個神虎 你如果沒有病 你沒有病 你沒有用 你會拿著斧頭 兩邊怎樣去捉人 就是他自己變成 自己發明 發明 發明 用自己的身體 用自己的身體 就是宇宙最強的斧頭 武器 武器 他就說 剛才我開節目之前 我又不是雷神的粉絲 但是就說雷神那把斧頭 是全宇宙最強 可以劈開所有東西 那麼風神榜 風神榜那些故事 又是神仙化做燈心 陪著玉皇大帝 如來佛祖之類 就像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打的RPG遊戲 就是 過完關 然後那個大佬 他的武器可以升級 然後就可以更厲害 整部電影 我看的時候 就有些打機的感覺 那有沒有偏坦 哪些英雄的氣氛 比較多 好像Iron Man多 主要是他有錢 但他是基亞人 他有錢 於是他就可以說 蜘蛛俠 上到太空 可能那個大氣層 令到他會窒息 吸不到氧氣 我英文不是太好 我作的 然後他刺他一套 蜘蛛俠的規格 哦 蜘蛛俠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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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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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肥大型號 上一集 Marvel 2 復仇者聯盟2 也推出了 但是那時候 Iron Man 就穿著這套規格 對著 變形及衣 但是現在這次 就被他穿 送給變形及衣 他變不到了 沒有火 即是Iron Man 變了一個 百搭的角色 解決一些 戲裡面 泛薄的地方 原本是人 為何上到太空 就是做這個角色 我覺得最廢的角色 就是神奇博士的助手 即是華人 華人 那他的助手 你只是偏花在旁邊的 芝更鳥 那個硬加進去 加一個華人 華人思唱 對 他也沒有對白 只有出過一兩次場 加來做什麼 浪費氣 路過 Old Boy有 陳仔選擇 我明天的劇透 Old Boy真是好看 Old Boy是否改南韓那套戲 錯了 是南韓那套戲 改Old Boy 反過來 沒有東西懂 果然是娛樂的專家 果然是陰 就是那個老爸 喜歡了女兒 對 沒錯 大班真是懂 編理說 要是娛樂總監 所有題目是你定 沒有東西 連南韓這套戲 鮮過什麼 逆拳什麼 逆拳什麼都沒有 你已經看過這套戲 潭濕自然 那套 那套很出名的 那套Old Boy 那套Old Boy 阿德哥說的 是南韓番拍 南韓番拍 他就說 那個老爸 不知道 總之 失憶還是怎樣 他中學讀書的時候 就害了那個女兒 對 那個女兒的小朋友 一直要復仇 沒錯 大過發達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綁票 應該 英文那套戲 就綁票了那個男人 然後困捉了他 20年 但是沒有說原因 沒有說什麼 總之就繼續養他 他病醫他 有東西給他吃 他就在一個 不見天日的地方 就屈了20年 其實他同一時間 他有一個女兒 那個女兒 當然是停停欲立 然後20年之後 放出來 還要用 不知如何催眠 安排 不但催眠 他們兩個走在一起 於是要解決 我為什麼會被人困了20年 是呀 誰困我呢 嗯 一邊解決 一邊解決 一邊解決性需要 這樣就搞出事了 於是就是 禁失培育嗎 不是 變成老爸和女兒 我告訴他當年的老爸 年輕的時候 在校園找到主謀人的姐姐和他老爸 那件事 兩套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哦 不過照測 南韓當時的水準 可能是找了 南韓的女主角都很好 做女的那個 是啊 你買回來看 上網看 都很好 叫什麼名字 南韓old boy 英文他都叫old boy 都叫old boy 都很暴力 是不是原罪犯 原罪犯 原罪犯 這個就是娛樂總監 我又有看 又有看 不是 我多說兩句 原罪犯的導演 其實是南韓其中一個 是暴力犯罪電影 很出色的 原罪犯有三部曲 之後好像還有兩套 三部曲 是啊 第一出已經 原罪犯 是啊 old boy 德哥看英文行演 是啊 我們看韓國行演 桃紅綠毛 桃紅綠毛 露點 我主要是當時分析那些犯罪 暴力電影 韓國電影 他拍這些暴力電影很厲害 是啊 那一套真的看得很害怕 不過你知道韓國的演員很誇張 很難拍得好 拍到你看到心寒 又剝牙 又夾舌 很令人害怕 然後又夾手指 拔指甲 什麼都會有 不過他那些暴力電影 韓國那些 就太過腦骨 他沒有北野武那些 如果說日本搞暴力電影 北野武就是 嘩 他的全神到 你不需要像南韓那些那麼誇張 我最記得有一幕好像叫大佬 是拿把刀 狗頭雜 摘自己的手指尾 嘩 他一下子而已 一秒而已 嗯 那一下看完你寒了五分鐘 他一下子一個鏡頭而已 那些暴力電影 你不需要 嘩 打到豬頭又鞭 搞五分鐘 血肉模糊 他入北野武那些 就是 一秒搞定 嘩 那一下子才夠 才到 最後問一個問題 那復仇者3 有沒有結局 是不是跟著就有 下一個續集 怎麼會有結局 另外明天上第四集 自己有說 韓國那套先的 韓國先的 2003年 2003 2003年 沙士那年才是西片 復仇3部曲 沒有人看的 西片那套 西片那套 因為 桃紅女巫未出現 現在桃紅女巫一紅了 一定好看 那時候原罪犯 韓國就一炮二紅 然後又復仇3部曲 應該算是 寫入韓國電影其中 一個系列的經典 就是 好像我們那時候看的 恐懼鬥式 是的 他的特色 就是 很殘忍 很多血 很暴力 但是又很有錢 又很健碩 又很英俊 那個男人是超級老的 那些女人是超級大的 嘩 道道都大 然後眼又大 鼻又大 全身都大 很性感 不過你說回這套 《復仇者3》 有時候都不得不佩服 這些 美國荷里活電影 這些大片 你知道美國的電影 都分很多級數 有些人說 那些下難的東西 但有時候那些下難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刀仔鋸大樹 就可以賺到滿堂 例如我剛才提到的 《恐懼鬥室》 頭那三集 我說頭那三集 之後那些就是垃圾 嘩 這些刀仔鋸大樹 但這些 擺到明是 那些大片 不過他們的編劇 其實我覺得他們 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以及對於歐洲過去的歷史 文化 不同部落的習俗 其實他們也有不少 譬如不說《Marvel》這些戲 不說《復仇者3》 譬如我那一套 其中一套 應該是我到目前為止 唯一一套戲 是我入戲院看兩次 唯一 我做了這麼多年 唯一 就是《阿凡達1》 一套是我自己去看 然後第二次 就是我帶我老母去看 當然啦 跟我老母看之前 就要做很多解讀 回到家之後 又要逐一套戲 逐一套戲 要跟他解釋一下 嘩 這麼深的戲 你媽媽看得很小 是啊 還可以的 回到家後 就解釋一下 嘩 好看啊 你知道嗎 阿凡達的聲音 其實根本就是 暗示 基本上 就是 強國人就叫作拆遷 侵佔土地 因為阿凡達那些人 住的地方下面 就有很多天然資源 要開採 那些迫遷 大陸那期很流行 就拿來抽水 這個就很表面 其實呢 導演 詹姆士金馬倫 就透過《阿凡達》這部戲 就說 這個 哥倫布前後時期的 美洲的 印第安人的生活 遇到美洲白人入侵 你看 你看 它裡面有很多宗教的含意 譬如到土地的愛 這些全部是印第安人的影子 就跟我老母說 接著 那些 阿凡達星那裡 那些生物 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過阿凡達應該記得 就是那個森林裡面 有很多很特別的生物 那些生物呢 其實就是 因為阿占士金馬倫 就是那些 深海潛水的愛好者 他曾經坐過NASA那艘深水潛艇 去過馬里納海溝 因為 詹姆士金馬倫也是 對那些超深水 說的是海底六七千米的生物 他很有研究 那麼 將那些他看過的生物 就變成阿凡達那些 那些 那些生物 所以 有時候 不得不佩服 這些美國佬那些 大片 喂 其實他們真的做了很多功課 但是我們香港人很少理 例如今次 這個 叫做 《復仇者聯盟3》 其實裡面 也有很多歐洲神話 很多歐洲過去 中世紀時期 傳說等等 我不多說 我只是說一件事 那個 灰龍 灰龍要收集的六粒寶石 其實這些六粒寶石 很有能量的寶石 其實在歐洲中世紀時期 一直流行著這些說法 如果聽眾有看過 日本那套卡通片 當然 日本人也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如果大家有看過 那套叫做 《鋼之煉金術師》 哦 裡面有一粒石 其實在歐洲中世紀時期 如果喜歡神秘學的人 就一定聽過 那些叫做《賢者之石》 大家可以Google 賢者之石 就是賢能的賢 總之那些煉金術師 在歐洲中世紀時期 包括中世紀時期的教皇 你知道嗎 那些教皇 在教堂就是教皇 但是你知不知 那些教皇以前 私底下 不傳教 在奸密室裡 他們知道什麼 其實某程度 有些教皇是煉金術師 哦 即是煉單 對 玩魔術 那時候有個傳說 那些煉金術師 一直很想 煉製一隻的石頭 那個叫《賢者之石》 那個賢者之石 就可以令人長生不老 起死回生 有些像秦始皇的煉金術師 即是徐福那些 要找長生不老 歐洲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看到今次的《Marvel》 我一看到劇情 六顆寶石 各個寶石各有能量 其實根本就是歐洲中世紀時期 五百多六百年前的煉金術師 一直都在練習那件事 到現在 這些煉金術 喜歡神秘學的人 仍然是很著迷的 覺得真的有的 賢者之石 然後 早幾年那套日本卡通片 《降之煉金術師》 又是要找賢者之石 令到他弟弟起死回生 這些偉大的科學家 和爱因斯坦典對ひ鬼五個 都是只是在沈迷 massage 對 那種煉金術師 根本就是想努力和 Boulder 背後是長生不老虐 詳細內容 那種都是很複雜的 又說到灰籠和另一個 不是很美的那家 銀河藍隊 那個女帽 不是很漂亮的那個 原來是她的女兒 所以這些一定有很多關係 她有些改編了 有些關係 因為小時候又接收 綠色面孔的銀河 什麼女隊長 小時候養大她 然後透過什麼關係 讓大家感覺到灰龍 壞人都會流眼淚 總是有些 正邪之間是沒有關係的 等於黑武士白武士清流大戰 當中大家又是有一個關係 有血緣的關係 而且現在他們的想法 都不會像以前我們那些非黑即白 一定是她會去兩邊走 灰龍也好像挺偉大 對 她幫你控制人口 而且她是隨便的 不會因為你有能量 不會因為你有地位 有錢 所以你不用死 即是她否決了階級鬥爭 人為選擇 沒有人為選擇 沒有宗教理由 金錢理由 經濟理由 男 女 大 年齡 大 年齡 總之大家一鍋過 按鈕 總之左邊一半要死 右邊就留下來 還有她後來又有些非洲部落戰爭的文化影子 最生氣的一幕 這些是不劇透的 但是她 打黑炮 黑炮幫他 黑炮是一個國家的國王 黑炮 好似說接下來也是 黑炮 沒有半年 三個月前已經有黑炮 對 不要說看死 這些戲 那些主角 逆正逆邪 都會兩邊走 好像星球大戰 黑武士 她才是可以的 你才會有個人情味 等於我 桃紅女巫 說的也是桃紅女巫 我查了她很多資料 我查了她 查了她 不斷查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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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她的資料 你怎麼查? 用手機查了 不斷查了 她那些 香港討論區 那些說 你是不是十八歲 yes 然後按下去就看了 不斷找她 桃紅女巫 起初都是奸 去一個漫畫當中 起初都是奸 後來認識了Vision 即是幻想 大家兩個又拍拖 又給自己等等 才是氣暗透明 改邪歸正 即是Cat Girl 蝙蝠俠的貓女 即是那些 要有改邪歸正 逆正逆邪 才會有那個 劇的味道 但為什麼她不同國家的英雄都有 譬如有些代表非洲 很亂 但為什麼沒有中國英雄 沒有 她不是有一個 她是助手 傳說她的法力是比神奇博士厲害的 即是矮化了中國人 應該去抗議 穿旗袍也被人抗議 但她之前那些 譬如狼人之類 最低限度有一個少林高僧 對 又是那些 什麼狼人外傳 總之有狼人 又有放死光 又有坐輪椅的博士 她都加范冰冰下去 范冰冰也有一些 華人市場 因為華人一看 就有14億人口 看一半都不得了 7億 她應該創作一個中國超人 但是很噁心 在Marvel漫畫上 真的沒有華人 我現在不是幫中國說話 我打算他們做這麼大的生意 這裏也有幾千萬 黃禎那一套 也有兩億次 這些電影進去肯定爆了 如果再加一個中國英雄 現在Marvel我這個大片 根據世貿 一年有十多二十套美國的大片 可以無條件地進入中國市場 那就選擇吧 我Marvel 我不買你帳 我不買你大陸帳 我是不喜歡有華人角色 你不斷科水改我的劇本 加一個劇本 針奶茶也好 有一幕走過針奶茶 我是不喜歡 反過來想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夠膽不讓我一套 復仇者聯盟衣服 在大陸上 看看你的國家 淋不淋檔